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阵指数也是爬上了3370 深圳方面也是同样上涨0.8% 而且超过了11000点大关 那在欧洲方面的话 整体上来说 英国 法国 德国的表现 也都超过了1%的涨幅 同样美国三大指数中 道琼斯 标普 赫纳斯达克 也都有不错的涨幅 其中标普500呢 更是创出了历史新高 那除了股市以外 黄金价格昨天呢 是下跌至1330附近 同时油价呢 也在 虽然有轻微上涨 但是目前价格 平均在过去三周 都是在47至49之间 接着今天的这个热门话题 我们着重说一下呢 就是现在这个反人性的成功交易 我们都知道 在大部分的金融市场里面呢 这个成功者永远是属于少数 那么除了一个专业性的问题之外呢 大多大多数人都会把这个成功呢 归结于啊 心态的上面 有可能会说到呢 这个成功者是有耐心 有执行力 或者是能够忍受暂时的损失 但是呢 大家忽略的另一个心态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 就是反人性的交易心态 说到这个话题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美国股市方面 我们知道呢 美国股市目前重新又回到了 两万两千点以上 大家肯定会觉得呢 这个美国股市现在两万两千点 是历史最高 未来是不是会下跌呢 包括我本人在内 其实也是带着这么一个疑问 美国股市我们知道呢 是吸引的目前世界上最多的资金 也是一个 这个整体金融市场的一个风向标 所以说毫无疑问的是 美股一旦回调 将会影响到几乎所有的金融市场 但是呢 现在大家对于美股 目前的高位呢 都非常的抱有怀疑态度 有众多原因 比如说大家都觉得呢 这个每隔七八年 是一次这股市的周期 同时呢 加上现在美联储利率之名 也是不确定 到底要加还是不加 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 现在呢 有一些非常不靠谱的举动 都让投资者呢 深深的怀疑 美国股市可能要回调 可能要加跌 而实际上 现在如果我们抛开这些其他因素 只是从图形上来看 美国股市毫无疑问的是 还是非常的强劲 上涨趋势也是非常的明确 那么 这样问题就来了 我们就会出现一个非常纠结的心态 这一边呢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加上美国股市目前是建过200年以来的最高点 大家都会从心理上呢 非常的担忧 纠结 疑虑 甚至于害怕 但从另一方面客观上来说 图形走势 价格都是非常强劲 这个时候 你到底是让投资者是买涨 还是卖空 我相信绝大部分人在现阶段的价格 是不敢进场买入的 那么这个呢 其实就是反映出 我们举这个例子就是要说明 很多时候啊 投资者的心态是非常纠结的 换句话说 即使是我们以后来看 现在应该是上涨 那么放到现在 你依然无法做出一个 这个明确的决定 这个心情是非常的纠结 那么有的人呢 会克服这种纠结的心态 按照可观的信息 去做决定 但是相信大部分人 和我本人一样 我实在是受不了 这个虐心的感受 我宁可放弃美国股市 我去寻找其他的产品 既然美股这么贵 已经是200年的新高 我完全可以选择便宜一些 性价比好一点的指数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要说的 除了美股之外 我们其他在股票指数上 还有没有其他选择 那么我们不妨来看第一个图 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一个呢 就是价格比较便宜的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的A50 我们能够看得到 A50指数从2015年的低位到现在呢 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反弹 但是距离之前 股灾之前的高点 还有大约是4000点 也就是30%的距离 那么在这个价格实现之前 A50指数还有巨大的上涨空间 这是一页 第二点呢 除了这个性价比好以外 我们还可以找到的呢 是印度指数 我们知道呢 印度指数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呢 也是上涨 非常迅猛 而且呢 它的GDP刚刚过了 一万一美元 因此很有可能在未来呢 这是另外一个 值得考虑的投资选择 那么这两个产品呢 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 除了美国的道琼斯 纳斯达克和标普指数以外 我们另外两个可以考虑 相对于价格不是那么高 但是又充满潜力的指数 最后呢 投资者今天需要注意的事件 是在晚上六点半 英国会发布他们的年度通胀数据 这个对于英镑非常重要 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